大家好,我是零心社積塵,好高興見到大家 開始之前先買賣自家的廣告 如果你想輕鬆了解E-Ink世界的精選新資訊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留意一週一集的E-Ink Weekly 如果你願意支持我繼續製作影片 歡迎Buy Me A Coffee 或者透過YouTube的Superfans那裡贊助我 我真正地感謝你 好,預告一下 我稍後就會收到Hybrid兩部新機 Gaze Mini和Gaze Note Plus CC 除了開箱片之外 如果你們有任何想了解的東西 歡迎留言告訴我 好,現在由我帶大家回顧過去一週 在E-Ink世界所發生的新鮮事物 去片 第一則是醫毒新聞 大數據公司在5月29日公布了 2023台灣民眾閱讀行為 其實體書店產業洞察報告 分析了台灣人購書和閱讀的習慣 根據報告所示 過去一年來不分年齡 至少有54%以上的民眾 都曾經在實體書店那裡購買書值 此外,每年買書預算上萬台幣的 是佔17.9% 是目前圖書市場的主力購買族群 粗略估計買書潛在的消費力 可以達到400億台幣 十分驚人 報告都指出 每月買書預算越高 購買電子書的可能性也會越高 例如選擇每月買書預算是1001-3000台幣的受訪者 其中有75.3%說未來會考慮購買電子書 這個顯示到雖然實體書店仍然是民眾購書的首選 但隨著科技的進步 電子書亦都逐點受到民眾的青睞 而在過去一年中 有超過八成的受訪者都曾經是買書的 其中有56.2%就在實體書店購買 而48.8%就是線上購書 包括實體書和電子書 反映台灣人仍然是比較偏好去到實體書店購書的 然而調查亦都顯示出閱讀習慣零碎化的趨勢 近八成受訪者平均每日閱讀是不到一個小時的 另有超過兩成的民眾是每週不看書 科技改變了大多數人的閱讀習慣 加上工作和生活忙碌 越來越少人是能夠靜下心閱讀書籍 此外線上購書亦都逐漸成為民眾的選擇之一 其中是以購買旅遊休閒書籍的比例是最高的 對此圖書業者亦都開始積極擴大線上銷售渠道 提供更多元化的購書方式 以迎合消費者的需求 同時亦都有不少的實體書店會開始轉型 提供更多的閱讀體驗和文化活動 吸引更多的民眾是走入書店入面的 總體而言 台灣民眾的閱讀習慣雖然零碎化 但對於書籍的需求和購買力仍然相當強勁 如果觀眾你有興趣西月整份報告的話 可以去Daily View網絡溫度計那裏 申請下載完整版 這份產業洞察報告 就著閱讀氛圍的調查和分析 真是頗全面 有17.9%每年有10,000元台幣的購書預算 亦相當厲害 雖然我知道 如果有375券的讀友 賣一張單都可能不止1萬台幣 另外報告亦呈現了電子書市場 其實上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實體書業亦上有很強的生命力 傳統構書習慣仍然是主流 你也不妨對照一下自己的閱讀行為 從中可以有所了解有所借鑑 如果香港也有類似的產業報告分析就好了 我會非常非常有興趣去世月 因為人們經常都說香港是文化沙漠 沒甚麼閱讀的習慣和風氣 是否事實呢? 真的想知道 另外特別一提 台灣這間大數據公司其實真的很惑心 因為通常海外這一類的報告是賣錢的 而且價格是非常非常高 而他們竟然可以工人申請免費下載 讚! 第二則是E-ink新聞 近年來隨著電子紙技術的不斷發展 越來越多的消費者開始關注E-ink產品 然而由於E-ink屏幕的特殊材質 傳統的瀏覽器 在這一種設備上的使用體驗不是很理想 正所謂高手在民間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台灣原體工程師Daniel Karl 針對E-ink裝置設計了E-inkBRA瀏覽器 北京北港都已經面世三年多 受到一眾閱讀器愛好者的支持 期間經歷了超過100版的更新 現在最新版本是去到10.7.0 而在今年E-inkBRA瀏覽器 不再是開放的閱讀器用戶的Badcap Secrets 也慢慢走進台灣主流閱讀器的品牌當中 繼4月中Pubu為他們的第一款閱讀器 採用封閉式系統的Pubbrook 透過更新搭載E-inkBRA瀏覽器之後 在6月13日 Hi-read也都為他們自家 兩部6吋封閉式閱讀器 1S和1SC 透過更新內建E-inkBRA瀏覽器 而在封閉式閱讀器那裏 新增了這個瀏覽器之後 裝置就會突破了封閉式系統的限制 更加實用 而一星期之後 這項功能也都陸續新增到 Hi-read其他型號裏面 期待設計者Daniel Karl繼續更新 和維護E-inkBRA瀏覽器 在稍後的未來 會出現在更多品牌的閱讀器上面 以造福一眾用戶 在現時的版本 設計者甚至已經將最熱門的 Track GPT整合在瀏覽器裏面 而將網頁儲存成PDF或者EPUB 一鍵刺換軟道模式等等的功能 亦都非常實用 左右側區域點擊翻閱 就會是網民愛好者的致愛 如果你手中有一部開放式閱讀器 或者上述提及的PUB U Hi-read的型號 看到這裏 都還未知道E-inkBRA瀏覽器是什麼的話 快點去閱讀一下 由設計者親讚的E-inkBRA APP 基本使用教學 然後快點去Google Play下載使用 好好探索一下 我就很敬服這位台灣神人Daniel Karl 以一己之力 是創造了E-inkBRA 這一個極之好用的E-ink專用瀏覽器 而且是一路更新和維護 持續經歷 讓這個成品是保持進步 實在殊不簡單 作為用戶的我們 最大的支持就是HardJoy和使用 如果你用了之後有意見和反饋的話 就聯繫設計者 第三則是E-ink新品 Philip最新推出的Tabro系列產品 以ACEP彩色電子之技術 應用在菜單板和毛指POS海報 無需電源不用功耗就可以展示靜態的圖像 擁有超過6萬種顏色 超過新圖像也只需要極低的功耗 Philip's Tableau 採用25.3英寸E-ink Advanced Color電子紙顯示屏 寬高比是16比9 解像度是3200×1800 能夠清晰呈現信息和色彩飽滿的圖像 這個顯示屏配置WordClip PX30處理器 2GB RAM 16GB ROM 運行Android11系統 用戶只需要將它連接到電源 便可以上傳新的靜態內容 通過USB、LAN線或者Wi-Fi 去連接進行刷新 官方表示更新圖像需時36秒 整個顯示屏只是重2.4公斤 異於搬動和安裝 Tabro的內容更新 可以通過PPDS 或者第三方的顯示管理平台 進行手動或者完成管理 發送內容之後 它可以循環播放一系列的圖片 或者顯示單張的圖片 除了Tabro系列產品本身的優勢之外 Philip還提供了一個強大的控制軟件 TeleLogos 它是一個全面的數位顯示板管理解決方案 可以實現對Tabro系列產品的 遠程控制和內容管理 這個軟件可以讓到用戶 輕鬆地創建編輯和排程內容 將它推送到Tabro顯示板上 用戶亦可以實時監控顯示板的運行狀態 並且生成詳細的報告和分析 由於Philip還未有公佈產品的定價 我就在網上查得有英國代理 是以1600磅不含VAT的價錢去反售 也有美國代理是以2548美元去出售 給觀眾你們參考一下 終於見到有彩色的EN廣告版的完整解決方案 其實可能一直都有的 不過都可能是以商用B2B為主 不為我們大眾所熟知 Philip這個產品本身是內置有完整的Android系統和硬件 以及都有多少的存檔方式 最重要的就是普通人 即是好像我們這樣 都可以很方便地網購買到手 當然有沒有這個需要就後話了 一萬多港元的價錢 都算是可接受的範圍之內的,是不是? 如果我有經營實體店的話 坦白說,我覺得我都會有興趣 會買兩三部用來用 第四側,繼續是E-ink新品 不過是概念設計 未知未來會不會有機會面世 近年來智能手機的普及 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 也同時帶來了數位干擾和依賴問題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設計師Andrea就推出了一副名為 是01風的摺疊式智能手機 它結合了極簡主義和始終模式 讓使用者能夠徹底擺脫數位干擾 享受更加純粹的生活 01風的最大特色之一就是它的摺疊式設計 這一款手機可以很輕鬆地摺疊起來 當你需要使用手機的時候 打開它就可以有一個分辨率是1080x2640的顯示屏 就可以享受到智能手機的便利功能 如果你想達到極簡主義的效果的話 只需要關上屏幕 手機外部的E-ink顯示屏 就會成為它的主要屏幕 它會自動進入始終模式 就好像一個床頭鬧鐘一樣 在這種模式之下 手機只會顯示重要的通話 事件提醒和時鐘功能 不會有任何分心的通知 避免你陷入毫無意義的滾動之中 除了極簡主義和始終模式 01風還相當注重設計 手機的外觀是採用了多種材料和色面 機身採用鋁材質製成 生物罪合物塗層 賦予了手機有一個溫暖自然的觸感 背板採用橡膠質感的人造皮 提供很牢固的握持感 而SIM卡托盤那裏 即有這個彩色尼龍標籤 提供了一個視角的對比 01風的設計理念 是為了讓使用者 能夠更加好地掌控自己的數位生活 實現數位界斷 它能夠讓你在需要的時候 享受到智能手機的便利 在不需要的時候 就能夠將它轉化成一個純粹的時鐘 或者一個卓上的小裝飾品 我真心是喜歡這個極簡主義的設計 那個SIM卡槽的標籤 既有撞色的搶眼 亦便於可以取卡 我覺得很有心思 不過不知道還需不需要用那個卡針呢 E-ink 外屏也有它的實用性 不用複雜,實用就已經很好 看它的概念圖 我們會見到它甚至連是相同風格的 Wildlight Charger都已經設計好 看來那個外觀的完成度已經相當高 不知道這款手機有沒有面世的一日呢 我很期待 好,今集E-ink Weekly的內容就暫過一段落了 由於YouTube的演算法越來越嚴苛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讚好我這一段影片 才能夠讓到更加多人可以看到它 如果你想定期了解E-ink世界所發生的事物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由於E-ink新聞就相對沒那麼講究時效性 未看上幾集的,這集完了之後 去補看吧 例如上一集介紹了貼了電子紙的智能碼筒 又或者可以佩戴的Soul Reader眼鏡 都非常有特色 你看到這些新奇有趣的 不妨分享給你的朋友去觀看吧 如果你想參加我的歐卡牙筆書法線上自修課程 只要是成為我Buy Me A Coffee的月費會員 就能夠取得觀看權限和我的批改 若果你或者你的親友是人在英國 需要購買閱讀器或者配件的話 不妨來我經營的網店 E-Reader Pro那裏 逛一逛 或者會有收穫 所有有關的資料 我都會在Description那裏列出的 感謝你的觀看 今天的浪就到這裏了 我是積塵,下期E-Ink Weekly 見 Bye Bye 出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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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